那這個絕對星等要把星星都排在哪裡呢 距離我們的距離 這個是叫距離喔 叫做秒差距 它是距離單位 而且它比光年還遠一點點 我們基本上到目前為止 用的比較遠的單位 天文上用的比較遠的單位 主要就是這個秒差距 秒差距 我們只要這樣講 因為它解釋起來還有一些細節 以後有機會再跟各位講 一秒差距 一秒差距等於3.26光年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數據 以後再跟各位講 主要其實是跟我們觀看的一些三角 函數是有關係的 以後再講 一秒差距等於3.26光年 所以十秒差距你就乘以十倍 就是32.6光年 我今天把所有的星星排在距離我 都距離我都是32.6光年遠的地方 我一起來看它大概是多少亮度 大家就不一樣了 我們來看看夏季大三角 主要是這三顆星 不是夏季 冬季大三角 對不起 冬季大三角 主要是這三顆星 天狼星 生鏽四 跟南河三 我們下禮拜會介紹 好 下禮拜會介紹冬季星空 主要這三顆星 那我們再把我們的太陽那進去 來比較一下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距離 Ly 它其實是英文 Light Year 也就是光年的意思 Ly就是光年 它距離我們8.6光年 天狼星距離我們8.6光年 生鏽四距離我們600光年 好遠喔 600光年好遠嗎 其實各位慢慢的修課 你就會發覺 600不算什麼 幾萬的幾億的都有 600還算少了 南河三距離我們11.4光年 好 太陽 又有一個東西跑出來了 這也是距離的單位 我們到時候下禮拜也會介紹到 叫做AU AU叫做天文單位 它的整個丸子的名字 就叫天文單位 因為它的英文叫 Astronomical Unit 天文單位 簡稱AU 太陽已經算距離我們非常近 因為還遠不到光年 來看喔 本來我們眼睛看它視心的 眼睛視 視覺的視 看它 天狼星算是全天 晚上的時候 就是太陽不管的話 全天還算最亮的 負1.47 還蠻亮的 那 生鏽4 0.58 然後 南河三 0.34 那我們來看 絕對新的 因為它距離原本距離我們8.6 我要把它擺在32.6的位置 是不是把它往更遠的地方推了 往更遠的地方推 原本它的亮度是1.4 再往更遠的地方推 哇 變暗了 所以1.42 然後呢 生鏽4 哇 600耶 很遠耶 本來亮度是0.58 等於說我把它拉近到32.6光年的位置 所以它變亮了 變-5.14 好 南河三 11.4 欸 比較近 我要把它往後推遠一點 本來亮度是0.34 絕對新等變2.65 OK 數字越大越暗 好 不要忘記了 那我們看我們的太陽 我們的太陽 距離我們非常近 亮度-26.8 非常次連 可是今天如果把它移到了32.6光年 暗到我們台北市大概都看不到了 我們台北 我們在台北市區能夠看到的三等星就很透霄 你看我們太陽是非常微不足道的 跟其他星星比起來非常微不足道 才4.83而已 OK 那這邊有一個公式 我也不要各位背公式了 各位有興趣 你可以去把它帶進去 像這有四星等的M 跟這個距離D 這個星星距離我們多少 那這個D里這邊有寫32.6去取LOG 你就可以轉成這個絕對新等 好 這邊我也不講了 就直接快速的不解釋了 快速跳過 星星的顏色描述何者正確 答案是藍白色表示很年輕的星星 好 好 到目前為止 好 就是先給各位出景的概念 各位在至少在這一講當中 你知道怎麼去認北極星 然後呢 知道北極星為什麼會換人做 還有就是 星等到底是怎麼算的 OK 但是至少你要算幾星等跟幾星等之間 到底是差了多少亮度 請各位要稍微知道 因為 當然有可能我們考試也會考這些東西 好 這個是最簡單的算法 可以嗎 好 那我跟各位講 有時候在算的時候 避免麻煩 有時候你可以不用用2.512 你用2.5就好 通常這種東西至少抓個大概的 你就用2.5去乘 其實就可以了 好不好 OK 好 那我們今天上到這個地方 來幫我關一下 謝謝 謝謝 好